迎接228三天连续假期 玉立警分局疏导交通不打烊 并且加强防治酒驾 且采取热食热区热点等疏导策略 保护用路人车的安全 玉立警分局迎接228三天连续假期 提前规划部署各重要道路交通疏导策略 尤其采取热食热区热点等疏导策略 交通平安顺畅 除了廉价期间交通疏导工作不打烊 交通组长陈伟杰尤其强调 玉立警分局将贯彻酒驾零容忍的宗旨 加强取缔酒后驾车 请民众物有绞行心态 请民共同合作 创造友善的交通环境 为了维护本次228廉价的交通顺畅 本分局在台九县、台三日县 以及花193县道以及复离农特产中心前 都有部署警力来执行交通疏导 而本次廉价特别针对车速以及酒驾 来编排勤务加强取缔 以落实速度管理以及酒驾防治 以为用户人在廉价期间行车的安全 另外玉立警分局分局长温基兴也进一步表示 为了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降低警察同仁的辛劳 警分局同时也会运用科技 在玉立镇内台九县及花193县道 分别侦摄散报灯、红绿灯及路灯 来保障用路人车型的安全 记者11玉兰玉立镇采访报导